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天后孙燕姿曾公开表示同志婚姻合法化,也曾用行动参加同志游行力挺,更为台湾同志大游行录制影片声援,只是近期新加坡仍有多数民众支持第377A节条文中所述男同志性行为视为有罪,虽然这则条文在社会上已造成两极评价,引发热议, 因此这也让孙燕姿在推特发文反击,说出心中看法力挺同志,对此,孙燕姿透过推特声明Repealing 377A is not akin to新加坡的377A条文源自于印度,事实上,本月初印度最高法院已判决同志性行为不再违法,此改革让新加坡同志团体大为激励人心 孙燕姿发文支持废除新加坡的377A截条文 翻摄自推特,孙燕姿推特全文 翻摄自推特